好了 大家好 杨戏游记 房车环游中国的第285天 现在我是在新疆的昌吉 刚午休完 现在车内的温度很舒适 是新疆入冬的一个季节 给大家看一下车内的温度 我打开了柴油暖风 中间 17.8度 现在是一天当中最热的时候 下午的3点52 而室外的温度呢 零下1.7度 晚上的时候会降到零下10度以下 今天这种感觉跟前两天比 那真是太舒服了 看前两天视频的朋友一定知道的 我的柴油被冻住了 空调也没有多少电了 就是晚上会零下七八度在车内 非常冷非常冷 今天就很舒适了 昨天我是把柴油问题解决 找了一个维修师傅 同时把车里边的油也全加满了 不过在加油的整个过程还是挺特殊的 先看一下昨天的视频 今天帮我修车那两个小哥刚才给我发微信 说这边加油站正在卸油 让我赶紧过来加油 因为实际上这边卸完油以后 没多久可能就会加完 我就跑过来了 现在前面排的队还可以啊 也就是100多米 应该今天能加上啊 这边的柴油是非常最近啊 比较紧缺的 很多时候需要排队 而且你排队不一定能加得上啊 这是他们告诉我的一个消息 我是六点半来的 现在是快八点了 马上就要到我了 室外现在是零下四度 我发现好多车都是带油桶来的 今天加上油 哇 我前面都有冰柱了 额头床上 心里也就踏实了 用柴子吧 不知道这柴油是在新疆这么紧峭 还是在其他地方也如此啊 在其他省份的朋友要知道的 可以评论去讲一讲 刚才我在翻看上一段视频的时候 就发现自己的这个头发啊 油光增亮 而且稍微一剥了 就可以就可以定型 好多天没洗了 我到这应该是第五天了吧 还没有洗过澡 因为之前我把这个清水箱已经排空了 低于零度以下了 只有经过这种环境 才知道房车的保温水箱 也挺有意义的啊 也挺重要的 挺羡慕那些有保温水箱的房车 不过据说我这一款呢 在2022款也有了这么一个配置了 可惜没赶上那波 啊 头发 一会儿不成我拿热水壶 热点水洗一下吧 身体倒还好吧 我觉得隔个十天半个月也没什么大问题 只要不养呀就能扛 热水洗头发 其实之前的清水箱的水也没有浪费 我是找了好多的桶都给装到了这个洗手间里边 这儿的话现在就不太缺水 保温水箱的原理呢 它等于是有一个大水箱 然后安放在了车内的某个位置 这儿你车里边有柴暖 温度在零度以上的这种环境下 它就不会结冻 同时呢它一些水管啊也在车内 你就可以直接在水箱头就可以放出水来了 但是像我这个没有保温水箱 现在只能一会儿我自己来操作吧 拿个热水壶 我觉得热个两三壶应该就差不多吧 简单的洗一洗 就过变水嘛 对吧小飞仔 你倒不错 前两天给你领养回来的时候 我说刚洗过一次澡 比我强 你穿着透明的衣服 给我一个人唱歌 全都是我喜欢的歌 我们去大草原的湖边 我们去大草原的湖边 等候鸟飞回来 等我们都长大了 就剩一个娃娃 她会自己长大远去 我们也各自远去 我给你学习 我给你学习 你不会灰心 就这样吧 现在是第四湖 基本上就差不多够了 刚才第二湖的时候 把水倒进这个暖水瓶 我是这么直接拧的 没有按上面的开关 拧到差不多的时候 这个盖直接就崩起来了 崩到这个车的房顶上去了 好 吓一大跳 可能是之前装凉水又装热水 气压太大 就这么来干吧 洗脸盆 废水盆 热水 凉水 洗发水 这洗发水 有点凝固了啊 应该也能凑合用 来吧 我觉得先过一遍水 加一盘 然后洗发水再打上 再冲一下 还是这盆 也就是两三盆水吧 差不多就够了 加点热水 来这 要低点 啊 这小生活过的 过了前两天的这种苦日子 突然觉得现在好幸福 哇 爽 完了 这不就体面了吗 一会也能出去逛街了 好好的走一走了 还能难得住我杨某人 不过 我一会给大家看一下地图吧 就知道现在我的 一个想法 黑色字体是还中国行的一个整体线路 现在咱们是在这个位置上 乌鲁木齐稍微西侧一点点 昌吉市 嗯 接下来要出新疆了 出新疆 无外乎那么几条主要的线路啊 比如新藏线 这条是咱们进来新疆的线路 所以肯定是不走这条线了 还有这一条 走青海 出新疆 还有这条走河西走廊 甘肃 这出新疆 以及最上边的一条 啊 惊心高速 穿内蒙古 出新疆 啊 剩下这三条 这一条相对来说就比较远 而且很冷 这我基本上也不会考虑啊 哈哈 其实即便是他 还是他 还是他 都会经历 这一轮新的疫情的一些 比较的敏感的地方 嗯 我真的是在犹豫啊 怎么来走 而且这边的温度 实际上一轮一轮的新的冷控制 会持续的降低 我可能会继续的赶紧的往东走 在乌鲁木齐做一个保养 吐鲁番可能会温度高一点吧 在这停留看一下这边的一个情况 希望这一轮的疫情我尽快的平息掉 我也能尽快的下一阶段 我来逛超市了 华阳三好超市 昨天在这买了一个特别好吃的东西 今天再买个 跟大家说个事啊 以后我计划发视频呢 就是规律性的每周246晚上的7点发出 这样的话 每周不就是空出一天时间了吗 我会安排一下直播 基本上频率呢 一个月一次随机的选择一个平台 直播内容就是跟大家聊聊天啊 比较无聊 提前跟大家说一声 去买好吃的 水饺有一个9块9 还有一个16块8 都是一公斤 昨天我买了三袋 今天又加两袋 你们看看啊 这边的酸奶 昨天我买了一个哪个酸奶啊 就这个 西雨春原味酸牛奶可好了 不过保质期比较短 网上要能买的可以尝尝这东西 13块9 去找我那个吃的 我想要的好吃的就是这个了 黑加仑葡萄 特别的甜啊 昨天买了一串 今天好像有点软了 这边都是单价都是公斤啊 11块8一公斤 产地新疆 比如这个红蹄葡萄 10块9 玻璃脆葡萄 这个就12块8 这个是最贵 黑手指葡萄 这个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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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黑手指葡萄都都黏了 为什么这么贵呢 26块8一公斤 我在新疆应该也很便宜啊 花生来两袋 好好讲啊 这么长 麻辣 藤椒 藤椒的吧 看看一些新疆产的东西啊 给大家报一下价格 对比一下 阿克苏的特级红蹄葡萄 12块8 这是公斤啊 一级红蹄葡萄 7块 冬天的西瓜 2块5毛8 哈密瓜是6块 我都有点吃伤了 不买这个了啊 再看这一侧 这一侧都是蔬菜啊 最近用水不是太方便 实际上 就别做饭了 所以蔬菜 咱还是去看看熟食吧 哈 HH 你趁着透明的衣服 给我一个人唱歌 全部都是我喜欢的歌 传统烤包子 你给我来两个 番茄鸡蛋椒汁饭 猴鸟飞回来 等我们都长大了 就剩一个娃娃 她会自己长大远去 我们也各自远去 我给你写信 你不会回信 说好了吧